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一的每週股 身邊的嘉賓是請來Arno,為我們推介他深水的股份 Arno, 你好 先為你回顧一下上次推介過的股份 股份編號是6886,是滑梯正圈 看看期內的表現,恆志累積升了約2% 升了539點 但見到華大證券,期內表現一般 見到跑輸大市之餘,跌幅都約約2% 看看上次定落的策略 定落的策略,買入價定在16.88 當時的現價買,上星期已經買了 期間最低就去過15.74 最高位就見過17.36 期間最低去過15.74 意味著已經碰到紫舌價 Arno, 這一隻股份是否不太適合 去做一個保處 的確,這兩個星期見到華貸證券都跌得比較厲害 試過一度出現反彈 但股價上到10天、20天線也好 去到50天線,馬上又見到很大的阻力 甚至今天又再次跌穿20天線 其實內地券商股固然跟A股有很大的敏感度 在這兩個星期前推介華貸證券 都是看好A股後市的表現 亦都見到A股了 無論是成交金額或兩融魚額 不斷地上升高 所以要有利券商股 但我想你是在說止了蝕 原因第一方面 內地在推介了之後 推出了一些關於資產管理的新規 而這些新規都導致券商板塊 有一個明顯的沽壓 其實本身薄叫大家去買 都是打算薄短炒為主 因為事實上是說華貸證券也好 整個內地券商板塊也好 基本面本身都是一般般的 但最大的風險因素就是他們的股值 一點都不便宜 現階段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跟隨著策略 止蝕了就算了 如果說有買貨的話 這些位置都看緊一點 都是建議移回16元做止蝕 如果再跌穿16元這些位置 都要小心一點 始終你是A股 我想短期後市 比較難有一個大衝勁在這裡 始終現階段都擔心到年底前 內地仍然會有水緊 之餘有些監管政策在收緊 這些相關的政策在這裡 我想相信券商板塊 很難短期重拾聲勢在這裡 除非看到內地有些明確的正面消息 否則券商板塊 短期走勢會相對地比較悶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嚴守策略 以16元做止蝕位 我覺得暫時來說 未必在市況當中有一個好的投資選擇 好啊 明白 我們看看今天的市況 剛才都表示 對於A股後市的走勢有點關注 的確A股最近在說水緊的問題 還有就是解禁股 可能都對內地股市造成一個估額 港股當然 從上星期五開始都看到是受拖累 今天繼續有一個情況發生 因為港股現在都跌超過200多點 29,629點 都想不回30,000點這個關頭 你看看現在這個時間 是否買一些防守性高一點的股份 會好一點點 其實如果你是說真的要害怕 防守性高的股份 都可能在一些公用股圍住 但我又覺得不需要看得那麼淡 因為市況我自己的看法仍然不差 短期來說上3萬點 會有一定的難度 甚至說如果A股的走勢仍然比較弱 一些中資金融股 正體現都是可能繼續 好像今天這樣 有一個顏估的跡象在 就算說一些比較強勢的股份 不是說一些中資金融股 好像一些瑞星科技 或者騰訊等類型的股份 短期來說可能都會有一個捱股的跡象 始終現階段都是在憂慮北水 可能又回流內地市場 這些相關的因素 所以暫時來說 市況又看得好 我選擇的股份 可能選擇一些跟內地的敏感度 相對沒有那麼大的股份 而這個星期 選擇的都是今年推介過很多次 就是創科實驗669 好看美國那邊的經濟情況 先回顧一下中期的業績 做得都平平穩穩的 營業額連升到7.3% 毛利率升0.6% 經營利潤率升0.98% 順利方面升15% 順利率升0.5% 這股份都是看外圍多一點 阿龍,看到中期業績沒有特別大的量點 其實中期業績 如果單看一營的確 不會看到有很大的量點 因為你看到毛利率雖然有一升 但幅度不算非常大 營業額升0.5% 都是單位數字的增長 即使大家最關注的盈利能力 都是15%的增長 不是說一些盈利能力 有爆發性上升的股份 但為什麼市況我選擇的股份 就是創科最大的特別之處 如果你單看一兩年的營利能力 其實整體而沒有太大的驚喜 但如果拉長一點 看過去五、六年的表現 其實公司業務是非常穩健的 這是他們投資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第一方面 創科其實在美國市場上 已經有差不多的規模 始終美國市場相對跟內地有一點不同 不會受到一些政策 也有大幅波動的情況 是非常穩健的 所以在業務上 其實最大的投資亮點 都是在業務上 仍然持續有一個穩定的增長 對於創科來說 在業績當中 其實最大的焦點 都是毛利率的一方面 其實雖然毛利率 升了0.6% 但其實過去這幾年來說 毛利率已經是長升長有 亦都預料未來來說 仍然有一個改善空間 這是創科的一個很重大的利好因素 但我覺得創科 現交電最大的優勢 都是見到公司的穩增長勢頭 仍然是非常穩健 所以我覺得現交電即使市況反覆也好 創科在這個市況當中 我相信會有一定的放手性 好 明白 我們看看業務方面 業務分佈 8.6%都是在做電動工具 營業額是24.7億美元 毛年上升11.9% 經營日理達到2.3億美元 上升25.6% 至於地板護理和器具方面 就是下跌的情況 佔比這塊也有14% 阿郎 這些方面的業務 你覺得地板護理和器具 可以改善一些嗎 其實創科的業績因為沒有一個很強烈的增長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地板護理和相關的業務 基本上沒有什麼氣息 也沒有太大量點 都拖累到公司的盈利能力 而這方面來說 就算包括我自己在留 或者一些大行報告 對這方面來說 都不會抱一個太大的衝勁 其實創科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因為這幾年來講 都是市場的焦點的股份 受惠美國經濟復甦 而最重要就是它們旗下的產品 最主要集中看這些電動工具 這些電動工具 很多是牽涉著一些家園 或者美國人的一些花園相關的配套設施 基本上只要整個零售市場 好一點消費能力上升 這類型的產品又會有成之處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花更多的時間 或者花更多的金錢投放進去 這些可能是懸藝 相關的產品上 而他們這些電動工具 是非常受惠的 始終看回一些經濟數據 直接反映著 利好他們這個Sector的表現 而這個電動工具的Sector 已經佔了創科的86% 預料這個佔比 未來仍然會繼續擴張 所以基本上現階段創科來說 都是集中看回他們的電動工具為主 在地板護理業務上 有沒有機會有轉機 我自己看機會不大 因為始終在說 在行業競爭上 其實所謂地板護理 可能都是做一些吸塵機 都是家居用品為主 但是整個行業的競爭 特別跟一些歐洲的品炮 像Dyson那些比較起來 我相信是欠缺競爭力 所以公司其實都沒有投放太多新的資源 在這方面的業務上 所以我相信創科未來來說 基本上都是集中看電動工具上面 特別看一些新產品的貢獻等等 這是他們一直以來最壞的盈利增長 剛才也看到創科最大的業務分佈圖 都看到是美國那邊 所以一直都是投資它的故事 都是投資美國經濟復甦 下一版我們可以看看業務地區分佈 北美洲那邊佔助公司的業務76% 歐洲那邊佔了16% 至於其他地區佔比8% 其實北美那邊 今年也看到美國那邊 尤其是股票不斷創新高 創科自己是否都可以受惠經濟復甦 繼續做好這件事 其實在業務分佈當中 現段創科都是集中看回北美地區 因為你跟過去幾年 不同的幾年有一段時間都看到 內地業務有強勁的增長 在帶動到其他地區 一些新興市場上面 有回復甦勢頭在 歐洲業務大家衷敬過經濟復甦等等 但其實你看看今次的中期業績 這兩個地區上面 整體而沒有太大的氣息 未來歐洲方面來說 隨著經濟好一點 的確有相關的衝勁在 但會不會造成一個很亮麗的增長 我想短期來說 這個機會真的不大 因為始終在說 之前提及到創科現階段 業務上面 最主要焦點上面 集中在電動工具上面 而這些電動工具 是牽涉著一些人投資多少資源 到他們的花園 相關的配套設備上面 而這些相關的消費力等等 跟當地的樓市 或者當地的消費意欲上面 有一個很大的關聯在 現階段來說 好像歐洲為例 整個經濟狀況 即是整個製造業 開始好轉 多回訂單 整體狀況 實際上歐洲地區的消費信心 對於經濟前景的看法 甚至樓市方面要好一點 失業率進一步下降 都仍然有一段時間在 所以在歐洲地區上面 基本上都沒有太大憧憬 所以業務上面 一些電動工具 只要集中 未來的增長勢頭 都是在北美市場上 始終在北美市場上 在這些相關的工具上 整體的需求仍然大 所以我覺得看回這個股份 現階段基本上 集中看回美國市場為主 Ano 說要看回 受惠美國經濟增長復甦的數字 當然美國那邊的消費模式 跟香港傳統的消費模式 不是太一樣 他們很流行賺多錢 或者沒有那麼多失業率的時間 他們很流行去買電動工具 做一些DIY的家具 或者原理方面投資多一點 就像Ano所說 我們看看失業率那邊 持續有改善 綠色的線都是看到 拉長一點看 就是2012年高位 現在是去到4.3% 這個低位 另外就是 橙色的bar 顯示了非農就業新增職位 雖然10月份的數字出來 是26.1萬個 是差過預期 但是都是看到一個改善的情況 最主要看回失業率那樣東西 現在都看到是全民就業禁制 Ano是前景 當然都是繼續受惠 大家可以看到創科 如果大家留意這隻強勢的股份 股價過去這五年都跟美國的經濟數據一樣 只要你的經濟狀況 特別是這些勞動市場 失業率持續改善 基本上股價整體現都維持升勢 但是如果有留意創科的股價走勢 其實會留意到他們今年股價走勢是升得特別急的 主要原因是創科固然跟美國的經濟有很大的敏感度 當美國人容易找工作 失業率低了 正體現找工作的容易到容易 他們的確可能會投放更多的資源 在自己的家裡 在自己的花園上面 但是最重要就是 當什麼情況 真的說他們有能力去投放更多的資源 與其看失業率 更加重要 是看人工的升幅比例 其實美國人工升幅 真是去到一個明顯的增長 有2%以上的增長 都是在2016年開始 才看到在人工上 真的開始有個大幅調整 有個開始上升的情況 整體現然 過去這5年 其實大部分時間 人工升幅 跟美國的通脹 都是差不多 說他們真是一些消費者 當地美國人 有能力去買更多東西 購買力上升 真的在2016年、2017年才開始看到 所以股價在這段時間 就開始升得比較急 所以對於未來美國的 薪酬加幅 這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 其實看創科近期 股價從高位會落 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在最新一個月 你看到一些數據上 雖然勞動市場 或者失業率 再進一步創新低 飛龍就業 有一個很強勁的表現 但是薪酬加幅 開始有放緩的跡象 未來的一個關鍵因素 看看薪酬加幅 能否圍牙2% 樓上的水平 我相信未來 下星期也會公佈 這些非用就業數據 只要整體現實 看到薪酬加幅 仍然保持2%以上的增長 我相信創科這間公司的業績 絕對仍然有條件 可以提高的先隔 除了看回加薪方面的因素 就要看他們買樓的情況 當然最多人去一個投資 去買一些電動工具的時間 或者設置他們原藝的時間 就是買了新樓 看回是在巨峰帶來一個影響 其實之前 美國的賣樓市場是差了一點 圖表都看到 無論是紅色 或者是黃色 或者是綠色那條線 9月的時間都會出現低谷的情況 但是10月份已經有一個pick up 10月二手樓銷售 是增長超過預期 都看到供應有一個短缺的情況 所以樓價都有一個上升的情況 10月二手樓的銷售按月升了2% 以年率計是去到548萬間 9月的數據要下調去到537萬間 ANNO看到美國那邊樓價又上升 其實是供在小過球的情況 其實你看回美國的樓市數據上面 有什麼因素最特別影響創果 其實真的要看回銷售數據 這圖表上面 紅色就看著一些新樓銷售 黃色是說一些準備落成 就是準備賣售的樓宇銷售數目 即是說一些準備落成的數目 即是一些樓花的 至於香港來說 至於綠色線上就是TOTO所有在這裡存在的成屋銷售 其實看回這些數據上面 全部都是9月份的數據 是受到台風的影響 所以一度放緩 但12月份 整體的數據都比市場預期好 甚至仍然看到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勢頭在 原因我想始終都是在說現階段美國樓市上面 都是受到全民就業 這些相關因素持續復甦 不同的地區無論是訂單等等都有一個持續改善的跡象 其實美國現階段樓市那一方面 跟特朗普一些稅改的政策等等 都有很大的息息相關在這裡 始終是稅改 令到整體現家庭負擔少了 所以買樓能力也未來有機會增加 這些亦都有一個很大的關聯性在這裡 所以我想看回對於創波來說 未來其中一個風險因素就是 稅改會不會有機會出現變化 因為這些稅改的因素 現階段是可以直接影響樓市表現的 但我想短期來說 暫時見不到有些太大的變數在這裡 亦都在說整體而言 市場最擔心是說稅改 會不會有機會分階段 用一個比較緩慢的情況去推行 但看回消息上面 現階段又說可能有些變數在這裡 所以這方面是值得觀察的 但我相信只要這些樓市數據 仍然是向好 多了人買樓自然就始終說這些相關的電動工具 就是整體的需求 亦都會大 看回創科在HomeDevoi的銷售上面 看回HomeDevoi的銷售數據 現階段仍然是非常良好的 我想對於創科後市的看法 或者前景上面 這些位置就真的不需要太多擔心 我們說完整個弘工經濟數據 即是美國那邊經濟復甦 做成怎樣 就業市場是怎樣 賣樓市場也是怎樣 接下來我們集中說一下 創科自身的經營情況 看到它的生產品都推動到毛利率上升 現在都是有一個上升的trend 2012年的時間只是33.5%的毛利率 去到2017年的上半年是去到36.6% 算是挺高毛利的 你覺得可否持續有一個增長呢 其實之前提及到 當看一年的話 毛利率變化不太大 但當你這個圖表上有1、2年 去到今年的上半年業績 你會看到毛利率持續上升 勢頭是非常樂觀的 一個原因就是創科現階段業務 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們旗下一些電動工具上面 在過去這幾年來講 不斷推出一些新的品牌 而這些新的品牌在美國的銷售反應 都非常之正面 有什麼特別之處 有什麼個人之處 就是始終這些電動工具 這幾年來講 最大的變化 可能推出一些無線的電動轉力 或者一些摩打上面的設計性能等等 其實隨著科技發展 這幾年來講 有一個大幅上升的情況 在講一些過去來講 很多人用一些有線的電動電轉 轉入一些無線電轉上面 而無論在電壓或者馬力需求上 整體型創科的新品牌 在市場上仍然有領先優勢 所以說創科除了一隻工具之外 亦都見到其他產品 的確而且確仍然有技術優勢 我想現階段在經濟層面上 這些類型的股份 只要你仍然有技術優勢 創科無論在R&D上 投放資源 亦都比唐業來說不少 相信短期來說 會不會突然間惡化 機會不大 至於這些新產品仍然持續推出 不需要減價促銷 我相信無利率的能力 我相信仍然會有上升空間 即使無利率未來而言增速放緩 但整體現 創科在轉價成本方面 仍然有很大的優勢 接下來跟大家看看財務表現 見到它的正負債 和正負債對權益比率 從圖表來看 有少少是上升的趨勢 大家是否需要擔心 創科另外一個利好因素 雖然今年的上半年業績 整體現他們的正負債 或者政府債對權益比率 有輕微上升的跡象 但以現階段他們的財務狀況 絕對是屬於健康的 創科在資本開支上 未來最大就是 在美國要開一些工廠 符合特朗普的相關政策 始終在說 特朗普現階段 是鼓勵企業在美國設廠 創科的確現階段業務 在最大上 在美國市場上 未來有公司說到 會在美國開創 所以導致他們整體現 資本開支是大了 但以現階段他們的財務狀況 即使股價升這麼多 都仍然應該沒有一個配股的需要 所以我相信 股價在高位為何都敢去推 這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沒錯 股價的確是處於高位 看回它的669圖表 今年以來走勢是一直向上 只要每次碰到20天線 就會馬上抽上去 現在剛剛好 又在20天線的位置 剛剛看到股價升得這麼急 已經是偏離了過去五年平均市場率很高的水平 其實的確 我想現階段創科最大的風險因素 就是過去幾年不同 過去股價能夠長升長有 因為股值都是不屬於非常之貴 因為業績交足功課 因此股價能夠繼續上升 每股形來推升可以調升他們的股值 但是近期升得這麼急 這些位置追會不會有風險因素在 其實看回美國一些經濟數據 正如之前看到的套表上面所說 其實在這一兩個月 才看到美國的流市數據 再轉一步做好 所以我們在說 預料下半年份業績 仍然有強勁的增長在 所以現階段市場 確信業績上有一個比較強勁的增長在 現階段創科的市益率 接近24.6倍PE 但業績增長之後 計算下去大約是22倍PE 你看回圖表上面 如果計算下年的業績上 預測市益率大約是過去五年 環環區間的頂部位置 估值又不算非常之貴 所以我對於創科的看法 未來可能有機會有得升 但上網的空間 的確跟過往比較上來 就不太大 好像剛才所說 看到它的trend 一碰到20天線就會升上去 現在定的賣入價 是否都會看著20天線這個位置 其實20天線的參考性 我覺得不是真的那麼大 甚至說 我建議買這隻股份 都抱一些中線的持有心態 因為你說是不是真的長期省得這麼急 其實創方是懶的 因為它最大優勝之處都是業務穩健 所以我會建議在45元這些位置買 2元40元做止洩位 始終升得比較急 所以我建議止洩價 設得近一點 至於你的目標 正如之前所說 由於創科的估值已經不屬於非常低 所以那個目標我都沒有那麼進取 是看到50元這些位置 好明白 多謝阿奈來祥長近分析 剛才說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都沒有持有的 好休息一會 晚點回來會有普通話的直播環節 我們晚點見